字幕提供 少爺, 你不是有沈大人吃飯嗎 怎麼這麼快出來 和這些人多說了一口氣 又來, 又來, 又來 又來, 又來 怎麼樣?大老郎 你到底賣不賣? 明日午時, 激酒長見 這次的比賽, 我想改變一下方式 二對二相打 新鮮愛, 二對二相打 怎麼樣?是不是不夠應戰? 還是不夠人手? 小姐, 不用怕, 有甚麼用得著我的 請出聲 好, 這次就由你和我一起應戰 當然去看這場激酒大賽才走 穩定是一會 兩位客官, 有甚麼光顧? 一間上房 不好意思, 上房全都沒有了 不是那麼旺吧 你的店鋪燈黑火鬼影都不多 只有一間房也沒有? 房是有, 但是被客官包了, 所以就沒有了 誰包了這麼兇? 好, 就是我 大老爺?師父, 你說在這裡? 你當然不想我在這裡 阿炳, 你不是這樣吧? 一發給他就抓包袱走? 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沈君伯找你來做碎客 好, 我說不信全國金山元的客棧房 被你包了 你閉嘴 周永鋪在這裡 你做生意, 我做師父 為何你總不肯幫我君伯? 你想聽真話? 說吧 他在聽完父子弟得著人多 青夫人小智士哥哥 不要一起對得對的原生米飯 浪費光陰, 造太生命 你一論準說, 聽我耳朵就收拾了 長話短說, 三個字 甚麼三個字? 道不同, 要幫他就不能談 那你當不當我, 師父? 你別走 來… 好, 師父 你別走 周先生 嚇倒你,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在激酒館, 謝叔一笑 你別走 誰 是你?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長勝叔就讓我在這裡借叔一宵 不好意思,打擾了小嫻姑娘 晚上又不睡覺,鬼鬼祟祟在這裡做什麼? 我沒有,我也想睡覺 不過夜寒露冷,又沒什麼掌 這麼遇妙,睡不著而已 又來了,你說如果有碗麵吃就好了 不知道小嫻姑娘 算不算是熱鬧的麵比我呢? 是,你猜我這裡是客棧嗎? 放心,露狼也沒一次贏你 這次也不會賴我 今天我方的代表 是來自大食國的激酒雙打冠軍 激酒姊妹花 大家好… 謝謝 是妖孽 傷口 很好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是丹丹 我是雙雙 丹丹為雙 雙雙又是雙 我們是大食國激酒雙打冠軍七連霸 心靈雙通得如此 難怪是大食國雙打冠軍七連贏 這次的比賽規矩很簡單 打十個洞, 坦素小為勝 小閑, 我讓你先打 不必, 就你先 好…那你不幸運 好… 幸好不是十個進入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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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用了野鵬做搞定, 厲害, 厲害 到你了 阿冬, 你搞什麼?三派都打成這樣 你叫人怎麼追?你打架球嗎? 對不起, 我想太緊張了 手抖抖抖, 我不行了 阿冬 你沒事吧?高手 阿冬, 你怎麼樣? 阿冬, 還有氣, 還能教她 快點扶她出去喝姜湯吧 好… 怎麼辦?一場比賽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就是認輸 認輸就是我贏的 不行, 要不就這樣, 由我一個人來出賽 說明雙膽, 當然要兩個人才合規矩 現在就算你棄權, 我也勝之不武 要不就這樣, 找多一個人來幫你 但是臨時臨急, 你叫我怎麼找人? 這是你的問題, 你好快點 我這個人沒什麼耐性 你們有誰可以出來幫我? 開玩笑嗎?小閒姑娘 你和白玉郎的賭鑽這麼大 整間激酒館, 我不要害你 輸了我們擔當不見 我們不行… 有誰願意? 是你? 我不是 什麼不是?我明明是看你舉手的 是不是男人?見死不夠 你願意幫我? 幫 你打過激酒沒有? 我經常去激酒場玩 不過就幫人背袋多 怎麼樣?找她做拍檔還是棄權? 我是不會棄權的 你聽著, 待會每一球 你只需要打第一棒 然後由我把球打入洞 你明白嗎? 她不行了 是不是才不行? 她不行了 又行, 嚇壞了 一棒就入洞 我倒了 嚇壞了我 幸好福大命大 你是激酒高手嗎? 不敢當 不過四歲開始打激酒 為人一向低調 好, 接下來就是第二十一棒了 小嫻, 如果你有什麼差池的話 那間激酒館就是我的了 戩獲勝於一定 這個女艇, 飛它 dunno 艇 希望大家 Nep-t Sca-t 小嫻是名捨木 ihr 文字幕 aaa 他們 ! 是 那球呢? 那球去哪兒? 他打了我, 那球去哪兒? 那球呢?那球去哪兒呢? 去哪兒呢? 你輸了 我為什麼輸? 你們進了九球, 第十球就不見了 伊勵要重打了 重打起碼要兩棒, 還不輸? 我們去收譜了 是 慢著, 那球還在樹上 那球還沒落地, 我們還沒算輸 那球響樹鴉, 長姑 你怎麼打?單踢來打? 不用這麼麻煩 好球… 勝了 勝了… 勝了… 小夏贏了 收證啟贏, 收證啟贏 不是呀, 這樣也贏不了 枉我們花這麼多銀兩, 真是不值 什麼銀兩, 什麼真是不值 你收買了阿冬? 為什麼要這麼做? 少爺, 對不起 我們只是想幫你而已 是啊, 我們看你和小嫻姑娘 打八十場激走都沒贏過一場 才出資下策而已 你這樣做, 簡直是有肉激走的精神 就算我贏了也不光彩 小嫻姑娘, 真的很對不起 是我管教無方 我答應你, 我自罰停賽三個月 但你放心, 我一定會回來的 走 阿冬,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明知激走管對我有多重要 對不起, 小姐, 若我不是等錢勢的話 我也不會出賣你的 不過現在你也贏了 我想我再沒有面目留下了 周先生, 小嫻吩咐我幫你換個胡柴 是洪洲的雨前門井, 請慢用 好香 那你待會再喝一杯吧 小心 想不到你真人不路上 原來你是激酒高手 其實我四歲開始打激酒 十歲開始打比賽 而且未逢敵手 是嗎? 為什麼在激酒界我從來都沒聽聞過你的名字 如果那些人打激酒在技術分高下 我當然樂於奉陪 可惜現在那些人打激酒 只是講求利益 在談生意, 賺好處, 搞勾結 根本不是切磋技術 所以我不肖於他們為誤 所以縱然你有一身其妓都這麼低調 正是如此, 知我者莫若小嫻姑娘 小嫻姑娘也開始發掘到我的優點了 交淺言心, 有個不情之情 不知道小嫻姑娘可不可以幫我一共亡 甚麼事? 坦白說, 我已經沒有幫審大人 暫時未有地方下腳 不知道小嫻姑娘可不可以讓我在這裡 暫時留宿呢? 不成問題 我待會叫長勝叔幫你安排一下 那倒是好 那你先坐下 我進去煮幾道小菜給你送茶 那好相加好 失陪 快點 要不及包 你沒事呀?弄傷了? 很可憐 沒事, 行了…放手 不行 過來泡水 喝醉, 要不然氣死不可 怎麼樣?浸凍水是否沒那麼痛 我一會兒替你塗生油 塗完之後味道不可以 行了, 你先出去 我自己… 塗生油 你出去等一會, 不是 快點, 果然適香未存 你試都沒試就亂讚, 沒來成意 成意?我有 我也猜到你來這裡了 師父, 你找一次給我安樂茶飯 可以吃嗎? 你叫了師父, 就應該聽我的話 行, 只要不關沈君博的事, 甚麼都行 現在君博跟你有仇嗎? 還是那句道不同, 不相為謀 就這樣 執兵, 閉嘴 阿炳, 阿炳 師父, 你沒事吧? 沒事 師父, 你追來幹甚麼? 看著自己一百年紀 阿炳, 你聽我說 總之我不會幫沈君博 你省一口暖套吧, 不要再跟著我 你再走, 我就好像丟到鬼丟著你 師父, 我對他仁至義盡 我不會再幫他了 你都給他面子, 師父 我就是給你面子才幫他 我幫他幫得盡 他命都要撿回來, 你想我怎樣? 你是不是叫師父幾十歲 跪在這邊前, 你才留下來 師父, 你這樣我怎麼受得起呢? 對了, 為何你這麼著緊幫他呢? 你跟他非身非故, 最多是你細宅 他有個親生兒子 師父, 你開玩笑 沈君博是你親生兒子? 他又欺人憎又不害一輩子 沒有忽恥你 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當年我沒辦法才這麼做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師父, 你說真的? 這件事是怎樣的? 我叫你很清楚 當年是雍正四年 雍正四年? 就是我爹把我交給你那一年? 就是那一年, 在我們哲哥發生查志廷 慰民所知的案件 當時我所忘記 查志廷所出的慰民所知的事態 是全心造反的 所以聖母之下 夏子廢除之江所有會事和鄉事 我和鄉虎讀數十年 我二十歲開始, 三年一時 我都哭了三次 會想金火有機會 誰知道連哭師機會都沒有 我怎麼對得住房子 你怎麼這麼做呢? 你怎麼這麼做呢? 雍正爺一句, 風俗落佈 改變了很多浙江讀書人的迷惑 那天, 整個杭州城就像死城一樣 很多浙江的讀書人 因為受不了這個打擊 有些原諒自重, 有些投河自殺 有些人想不通, 終於搞得風風電電 剛才是那時候, 我兒子祖助手 我想了一整天, 怎麼辦呢? 做父親的 當然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有出頭 他只有一天可以做大官 陽明升險父母 但是身為之江人, 廢了鄉事回事 他就算怎麼苦毒 這輩子也不會有出頭的機會 又在這時候, 我收到一個消息 我在江蘇有一個好朋友, 沈長雲 他夫人臨盤在職 沈長雲和我是百敗之家 我想, 或許他願意幫我這個忙也不一定 我去到之後, 把我的想法向沈長雲說明 他很明白我的心情 他要我再三考慮清楚 但是我很堅決, 他終於答應了我 有個戲的時候, 她夫人就要浪盤了 是兒子, 是女兒 兒子… 這樣就好了, 我們沈家終於有後了 為甚麼聽不到蘇花的聲音 老爺, 少爺仔一出生就腰節了 死了, 怎麼會這樣 沈長雲吞塞愛兒, 當日很傷心 但他仍然遵守樂意 其實這樣對我來說, 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知道他只有君伯這兒子 他會更加疼愛他 那真是看不出 師父你責心人厚, 又肯幫人 但是沈君伯不可一誓, 無法辭利 真是養不教 可能他小時候, 我不在他身邊 所以變成這樣 師父, 你不要怪自己 你也是想他好 想他將來可以做官, 出人頭地 難怪你不惜千方百計, 又打又鬧 又欺贏又拜, 要我幫他 對了, 他知道你是他爹嗎 他當然不知道 這個天大的秘密, 我怎麼告訴他 你又將這個天大的秘密告訴我 我將你的天大的秘密告訴你 是想你留下來 你現在什麼都知道了, 你當幫我 他那些人沒什麼, 口直心快 得罪人多, 精凡少 他小時候沒有我看著, 所以痛 你不痛, 你從小時候我看得你大 不是, 你當我提點一下他 留下來, 他就不會闖我了 你留下來吧 你這樣 你不是不知道他的官場險惡 萬一他有什麼閃失怎麼辦 就留下來吧 你留下來吧 師父, 你說到這樣 我肯給你足夠的 你沒意思推 不過他總要給我幾分誠意吧 他有誠意, 他對我說, 加三倍 兩倍, 三倍, 夠了吧 他就說他賺錢搭我 我雖然窮, 但怎麼叫他讀聖賢書 有關的 好了…我叫他好好照顧 做到做好, 給你足夠勁, 行了吧 沈大人 沈大人 他們準備好了嗎 沈大人, 差不多了 對了, 周炳在裡面吧 我們要先進去, 攻後他下來 對, 這是我們幕僚的規矩 下佛多年留給三顧草腦 怎麼這麼大陣仗 連沈大人也要親自到來 沈大人來下關書, 請師爺 這個師爺真是大陣仗 要大老爺在衙門帶這麼多人來 大伯伯, 你剛才說三顧草腦 那要不要我出去再離江 然後又出去再離江 來救三次 不用了, 他很快就下來了 參見大人 大老爺, 你少爺換衣服了沒有 那明今天午時下關書 是誰的, 少爺昨晚出去喝酒 現在還縮醉未醒 他臭小子在做甚麼 要我們給他面子 我們整排人等他, 還欺負這張床 毛密, 你快上去催他 不要一吉時不要 沈大人, 不好意思 大伯伯, 其實我和他相處過一段時日 他的性格為人, 難道我會不清楚嗎 我們就先等他去 等他睡醒, 我們才開始 小爺, 時辰到, 大老爺和沈大人 都在一起了, 喜訊 你這麼緊張幹甚麼 要是他們求我, 不是我求他們 就讓他們等一等 不過當年留給三顧草腦找孔明 孔明也是在睡覺 是, 是… 都說有她來等一等 不擺下架子怎能顯得我的身價 身價 師父, 你何時來了 你這個臭小子 你說要甚麼 師父依足你吩咐, 全都給你面子 現在承擔人哩哩哩哩哩大挪大鼓來等你 你還在家擺甚麼架子 不是, 喝多了兩杯嘛 剛才我進來, 聽你發開口夢 我親耳聽到的 不擺架子顯不出身價 我只會說而已 師父, 要不兜水照頭淋呢? 我如果不淋你, 你不會生性的 你看看你, 自出師門以來 沒了一份工作我就打牆了 現在身為安定點, 說錢 阿君博加了你三倍促進 說面子,禮言下事,寫了關書給你 你還想見嗎?你是不是想激死 大老爺,別這麼激烈 我馬上倒杯茶 師父,不用這麼勞氣 我多喝兩杯而已,我也是徒弟 雖然徒弟不及得… 齊… 你這個臭小子 我怕了你,你快點下去 不做吉時不好 沈大人,周炳昨晚喝醉了,不好意思 昨晚想起以後可以為沈大人效力 一時太開心喝多了一份過龍 要這麼多狗猴,不好意思 儀式,馬上要開始了 不做吉時就不好 謹定於貴未年五月十八 敦聘周炳先生為入莫之斌 於江蘇省金山元朱縣任內 扮理歧視,運籌為鞋 促收金白銀五百,道館喜修 謹定,教帝省君博敦辦 請周夫子接關書 周先生, 以後就請你多多提點 我又打點分憂 不敢… 周病終於靜靜悉悉 成為金山縣, 知與衙門西直 沈大人, 你起了一個名牧 以後你們兩個很合作 沈大人, 關書我收了 不過, 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想怎麼樣? 希望沈大人可以成全 凡請師父代為跟進 跟大人說一聲 你怎麼這麼多要求? 一, 接書之日於激酒館設宴四席 以示尊敬, 二上任後三日之內 須先繳父半年促修, 以示成義 三, 須設一所三進式責員 為安身之所, 所以示關過 你諸多要求 沈大人早就和你預備了住所 你現在又要什麼三進 若先繳父半年促修 大蠟, 成三千兩 不要緊, 本官求財若渴 最重要是你肯盡心盡力為本官做事 區區三個要求算是甚麼?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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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乾杯, 乾杯 今天激酒館整間被縣大人包了 這個酒餅算不滑了, 買酒來這裡 今天這麼高興, 你又請下名皇 很應該和大家說幾句說話 是的 各位 我們大人有幾句說話想和大家說 各位金山縣的鄉親父老 這次能夠請到浙江名莫周炳先生 來到我們衙門辦事 實在我們金山縣莫大的榮幸 周先生學莫十年, 笑曹名師 他相應得高望重的浙江名師 帶有公知學館下 周先生博文強敬 在刑法、錢谷、志謀方面 都有其個人之處 不用說甚麼 就是說上次我們租賢邦橫行 當時本官剛剛上任 失誤, 你看 阿君伯, 他成熟了很多 比起上仔浙江潘若兩人 敬一時就掌一時 他這次來到金山 也可算是歷過一天 多虧你派個高祖輔助他 才可以平安得過 如果我相信你 當年我決定沒有坐的 你看, 阿君伯阿忠可以出人頭地 我看法他在官場上 一定可以平暴清雲的 但也無事 各位, 成蒙沈大人不棄 招攬區區在下 為金山縣縣衙西直之位 至於之恩, 令在下體內交令 沈大人在一時進結 為官清廉, 少有大志 以造福天下為己任 在下得以投身其下 必定谷宮盡水 為大人乾老塗地 為本願百姓謀福祉 這杯是在下敬大家的 好… 乾杯… 周夫子, 這麼包帳門官 我差點受不起 想不到原來也會說 這麼宥偉的說話 你這麼給面子擺這麼多位 我一定會給你足夠面子 大人, 周兄 草民等向你兩位敬一杯 客氣… 乾杯… 今天這麼高興, 敬大人, 一杯 乾杯… 乾杯… 一不離而, 大人 恭喜你找到這麼好的幕僚 小嫻 你幹什麼? 沒有, 看你昨晚燙傷的傷勢 好過了什麼 很多人在這裡, 你放手吧 怕什麼? 他們掛在那邊圍著大老爺敬酒 哪有空理我? 你看看, 幸好是無巴掌 你今天是主人家, 快招呼客人 你老實說我是主人家 主人家這麼關心你 你怎麼可以拒人於千里千外? 沒事, 看清楚一點 看清楚一點 幸好沒事 周先生一直都在幫我去衙門做事 不過今天才正式上任就幕 以後衙門的事就交給你了 那錢谷師爺和應平師爺呢? 不是一個人全做了嗎? 你收得我這麼貴, 當然是你一個人全做了 不過我也幫你請了兩個助手 幫你打理日常事務 周先生 不必多禮了 其實以後也不要先生前, 先生後地叫我 無謂叫老了, 叫我周炳 下官認為這樣好像不太好 有什麼不好? 我最不喜歡受驅促的 對了, 以後我也不叫你大人了 無謂叫得好像很有距離 那又怎可以呢?尊卑不分 那好吧, 以後人前人後就叫你大人了 只有我們倆的時候就直呼其名了 算了, 你喜歡吧 那衙門的事就交給你了 以後怎麼分派工作, 我也不會干預 只要你辦得好就行了 好了, 可以開工了 大人, 你不是要我繼續住在那間 開門撞板的房間嗎? 你不用這麼心急, 我只當今用的 等黃昏, 你的公務完畢 我就帶你看你的新屋 少爺, 這間屋好像不錯 那也算是有一點誠意 是吧, 做幕僚起碼有這樣的屋才像樣 不是吧?什麼傢俬都沒有 那些房子還不夠大? 我跟着你要求去做, 三進大屋 那就是全心作弄我呢? 別這麼說, 娶老婆也未必包山仔 你塞給我一張紙條, 只求大屋一間 那我會幫你找 至於家屍層設方面, 各人喜好不同 就算我幫你買回來 也未必適合你心髓, 你可言 謝謝, 慢走 走, 走 媽媽, 謝謝, 慢走 謝謝, 走, 走 謝謝…下次再來 桂雄, 收拾好東西去了 好 很晚了, 我們要打仰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我無家可歸 昨晚喝酒的時候, 聽他們說 我大老爺預備了一間大屋給你住 你大, 只有大字 進入房子裡什麼都沒有 沒有, 只有四棟牆, 沒家屍 我問他為什麼沒家屍 他說草老婆也不包生兒子 你說是不是有心整理我? 大老爺是你東翁來 他請你回來是想你幫他的 怎麼會想整理你呢? 我說一定是你先得罪人 我哪有, 他救命因人 沒有我, 他還被那些私人挾持 沒有我幫他上書上去 就是你的嘴巴不收, 到處說人 一定是因為這樣得罪人 可能是, 不過我今晚真是無家可歸 可否在這裡, 借叔一宵 好吧, 那我叫祥勝叔幫你安排一下 又不用這麼急, 我沒這麼早睡 我想多喝一會兒酒 不過一個人喝酒很沉悶 不如你陪我 嗯… 好, 好了…我陪你一會兒 原來你們這麼重要 不過這行有很多敗類 現在像我那樣品格高尚有原則 好笑 你懶得了 你聽到有聲音嗎? 但他們全都睡了 廚房不會有人, 我不是小偷 好, 不用怕, 有我嗎? 有橙嗎?有橙嗎? 有橙嗎? 有橙嗎? 柯Sir, 主要有什麼事? 柯Sir 你們放了我 我真的因為一時肚子餓才進來偷包 不…我不是偷的, 我有錢的 你們放了我, 我賠錢給你們 相信你才期 本來偷幾個饅頭好小事 不過你打傷了我, 你打傷了智院大人 背後只需要找莫莉的周平 那我十倍賠給你 怎麼樣?牛遠成 周先生, 你抓回來那位犯人 本官已經把他收牙牛了 不過他鬼殺這麼吵 經常說會賠十倍錢, 叫我們放了他 由得他吵 想不到我回兩天 就幫金山苑捉到一個賊 連你們牙差的那份也做了 看來周先生身手也不錯 不要看我文藥書身, 也很訓練 周先生, 有位大人找你 鯛大人? 周兄 很久不見了 這次是朝廷有公民下來 叫我去安徽太平縣蒙池鎮 負責監僱的工作 路經這裡就順道來探望這位老朋友 不過聽聞那邊的災情也很嚴重 看來這件是虎差 不要緊, 只能幫到老百姓 災虎的差事我也不怕 但是我又聽聞 朝廷早已安排了安徽那邊運糧 去鎮災 但米糧遲遲未到, 為甚麼呢? 人家的貪官會來從中中飽私囊 所以每次運去的米糧都不夠 朝廷已經多次派人去追查 但結果都是無功而犯 所以派你去監量 確保一粒米也不會少 我又可以做到甚麼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 我不可以再被探官橫行 就算…就算我死 我也要你百姓有溫飽 相公, 你看你, 說真的這麼激動 自從相公接到要上任這個消息之後 就沒教好份了 行了, 我沒事 我知道再說兩句, 你會說我多事 那我不妨礙你們, 我出去買點東西 刁夫人也是關心 祖兄, 不要再說我 我一來到金山縣這裡 就聽到老百姓 贊領你們這裡的資源沈大人 說他來了之後正職不錯 他不僅打擊私鹽 而且用上書朝廷 要求平易觀炎的價格 看來這兩大德政應該出了不少力 不是不少力, 是全部都是我的力 這兩大德政都是我出謀獻冊 周兄, 你還是這麼喜歡認真? 別說這些了 刁大人, 敬你一杯 祝你一路平安, 試試順境 喝… 你把兩宗案件的訟紙放在公案上 我會慢慢看的 是, 大人 反正下午衙門也沒什麼特別事 你可以早點回去房班休息吧 大人真體貼 不過我家裡連皮鋪也沒漿 睡得腰骨悄悄痛又怎麼休息? 放心, 今晚就不一樣了 我包你的好份吧 入床屋? 不對, 我還在上書 我還在上書 算他有誠意了, 多肯下本 莫媽, 倒茶 少爺, 喝茶吧 老婆? 真是混亂 怎麼三個人見了七柏? 不是, 老婆 老婆, 你怎麼會離開呢? 你現在很不想見到我嗎? 不是 少爺, 少爺煮了一盒糖水 親意嘗嘗 好 正在關著吃 你呀, 沒心肝嗎? 住這麼大家, 通知我一聲 不是, 我打算安頓好之後 才派人回去接你過來 之前家庭空框框, 椅子也沒漿 那現在的傢俬你喜不喜歡? 喜不喜歡, 老婆 是我知的 你知的?你有這麼多銀貨嗎? 就是沈大人, 她不知多好 除了找馬車來接我之外 還預支你半年的促收過我 半年的促收?買這種東西? 我們也想在金山縣牆住了 賣好一點, 住好一點, 不同嗎? 好 嫂夫人 沈大人 沈大人 嫂夫人, 家庭滿意嗎? 滿意… 需不需要預支多些銀貨嗎? 不用了 我很容易說為的 也說不用了 沈大人, 你一場來到 我把一壺好的雨前龍井比你 那又羅素夫人了 淺香莫莫 是 是 你也是個大整個 我怕你心宵寂寞, 烏枕難免而已 我現在幫你夫妻團聚 你不是應該都只有我才是嗎? 我不用你幫 那真是好人難做了 你心想什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心想什麼, 你就以為我不知道 你天天去激酒館, 醉翁之意是什麼? 你連眼睛都見了, 你以為我瞎才行 我最擁之意是什麼?關你什麼事? 不關我的事 不過我想你安分幫我做事 嫂夫人剛剛到埋 你倆夫妻一定大筆一聊 我也不妨礙你了 胡雨前龍井 不如留你和嫂夫人慢慢享受 別忘了, 明早記得準時應謀 好, 老婆 想不到你在金山縣地方小小 這麼多東西都買了 老公…激酒館 不如我們去開眼界, 順道歇腳 好… 不行 為什麼? 老婆你初來報到不知道該怎麼玩 其實裡面都是龍舌混雞, 粒粒亂 算了, 我早兩天才聽到 有個女人在裡面被人幫忙搶東西 不是吧?這麼猖狂? 在阿沈大人的管治下 至於我沒樓那麼差 總之你相信我吧 想要脫腳還有很多好地方 老婆, 你不是說想賣店做衣服嗎? 那邊有間絲綢, 壯大減價過去, 看看 好… 好… 試試吧, 姑娘, 你不買, 試試看 這…擦了很白、很滑 阿丙… 你少爺呢? 剛才明明是在我們後面的 死人, 皂丙, 烏尾飛逃 來為你, 同某事理 能變出朝中現善忌 從未要發光台前 從未故意的暫時 光輝寬笑聲 我習慣靠於一邊 情在邊, 江心息彥 你與羅角色之間轉變 真心分兩邊 背後細節一千篇